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随着山河岳明热播,让很多期待明朝电视剧的观众过了眼影。 这部剧的质感虽然属于上乘,但也出现许多历史常识的错误。 例如,在剧中,盗演的出场较早,最让人意外的是,盗演和朱棣的第一次相遇竟然发生在大享国寺,这和史书中相差甚远。 不过,山河岳明毕竟是艺术作品,观众也不必太苛刻。 在历史上,盗演本名姚广孝,他是一位奇人,其到历史上甚至找不到第二个如他一样的僧人。 他辅佐朱棣发动靖难之意,并被朱棣誉为靖难第一功臣。 他得到了无限的荣光,丰容国公,并配享太庙。 只是,105年后,他却被另一位明朝皇帝移除太庙,揪其一生,功果难述。 本集不讨论剧情,希望通过史料和分析,带大家重新思考这位黑衣宰相的矛盾,还原一个真实的姚广孝。 一,姚僧角风云,藩王获临头。 姚广孝的大名虽然如雷贯耳,但他本不叫这个名字,他姓姚不假,但广孝二字是朱棣登基后赐给他的。 根据名史卷145记载,姚广孝,常州人,本一家子,年十四,杜维僧,明道也,自私道。 姚广孝是苏州常州人,他家里世代行医。 元朝治政八年,公元1348年,十四岁的姚广孝出家为僧,反名为道也。 事实证明,姚广孝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僧人,因为他在寺庙里不甘寂寞。 偷偷出四拜了道士习英真,宏道法师为师,向习英真学习阴阳术。 有一次,姚广孝到河南登松山,遇到另一个找名的道士元拱。 元拱擅长相面,他说姚广孝目三角,形如并虎,性必是煞。 姚广孝本是佛门弟子,被元拱如此形容,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得意。 在历史上,朱棣和姚广孝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洪武十五年。 当年,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朱元璋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 南京周边有名望的高僧基本上都被请入皇宫诵经,而姚广孝在此前通过僧禄司的举荐,正好在南京天界寺,他也被请入了皇宫。 在葬礼上,姚广孝结识了气与非凡的四皇子朱棣。 姚广孝对朱棣说的第一句话,就把朱棣吓了一跳。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言曰,大王使臣的是凤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贯王,齐闻黄眼,燕王遂起道眼,得知。 意思是,姚广孝对朱棣说,王爷要是能把我要到藩地,我送一顶白帽子给你戴。 王字上加一个白字,乃是黄字。 要知道,当时太子朱镖的地位不容动摇,姚广孝此言有些不合时宜,但朱棣毕竟也有所稀计。 在回北平的时候,朱棣最终还是带上了姚广孝。 从此,姚广孝便住进了北平的庆寿寺,他经常出入燕王府,和燕王朱棣关系颇为密切。 一个僧人,不好好在寺庙里修行,却要拜道士卫师学阴阳术,还有一接近芳王。 出言诱惑,姚广孝仿佛就是为了搅动风云而生的。 事实上,他真的做到了,因为他迎来了绝佳的机会。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镖戛然病逝,朱元璋一夜白头。 朱镖的去世,打乱了朱元璋太多的计划。 为了把皇位留给掌房一脉,朱元璋听信刘三无之言,立朱镖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 六年后,朱元璋驾崩,朱允文登基,视为建文帝。 朱允文登基时年仅二十一岁,血气方刚,然而,朱为皇叔手握兵权,镇守一方,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于是,在朱元璋去世仅三个月后,朱允文便听信其太,皇子成之言,开始消翻。 第一个遭殃的是周王朱素,他是朱允文的武叔,也是朱棣的统母。 朱允文派李锦龙以练兵的名义攻入了周王朱素的府邸,而后消掉周王,贬为庶人。 接下来,齐王朱福被贬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代王朱贵被贬为庶人,幽禁在大同,明王朱贤被废为庶人后流放到漳州。 建文元年四月,朱允文派兵马伪装成商队,趁夜包围了湘王朱柏的王府,要将朱柏贬为庶人。 朱柏不堪受辱,自己放火烧了王府,然后骑马跳入火海自焚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五位藩王被削,让远在北平的朱棣战战兢兢。 特别是湘王朱柏之死,更让朱棣有种走投无路之胆。 这时,姚广孝发挥了他的作用。 名史姚广孝传记载,道眼遂密劝成祖举兵。 成祖曰,明星相比,奈何。 道眼曰,陈之天道,和论明星。 于是,成祖异一决,姚广孝认为,与其座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他劝朱棣举兵。 在传统的忠孝观念中,朱棣认为以一个藩王之力,是不能,也无法和朝廷抗衡的。 因为明星不会支持一个造反的藩王。 姚广孝却说臣之天道,和论明星。 在姚广孝的劝说下,朱棣终于下定决心,暗中准备起兵。 小编认为,朱棣起兵近难,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建文帝急迫且激进的萧帆,是刺激朱棣起兵的根本原因。 然而,朱棣身边的姚广孝,也是天下战乱的推手之一。 莫子,非公云,欲求新天下之力,除天下之害,当若凡为公伐,此时天下之巨害也。 我们且不论静难之意的正确性与否,姚广孝以僧人之名,行兵刀之士,披加杀,新战士。 这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苍阳家措有一句诗云不负如来不负清,姚广孝已经负了如来,负了苍生。 二,道眼定军策,四书遂登基,造反需要下决心,而筹划如何造反,则是技术活,明使云。 帝在翻底,所接接五人,独道眼定策起兵。 意思是说,见文帝削翻时,朱棣身边的心腹都是不善谋略的武夫,起兵的策略,全靠姚广孝来制定。 例如,道眼练兵后院中,学得做宠屋,聊以后园,密咒邻地平否,日夜助军器,处威压乱其声。 意思是说,朱棣暗中招兵买马,需要许多兵器。 姚广孝就出主意,把燕王府的后院腾出来,用后墙建成房屋,日夜在里面锻造兵器。 为了掩人耳目,姚广孝还让朱棣在后院中饲养额压,用他们的叫声来遮盖锻造之声。 见文元年六月,朱允文派北平指挥使张姓秘密逮捕朱棣,不料张姓中途便捷,投奔了朱棣。 朱棣知道叔侄俩已经撕破脸,于是召集兵将,正式宣布起兵。 可天宫不作美,正在朱棣信誓旦旦的宣读动员令时,突然狂风骤起,雷雨大作。 将士们都觉得朱棣可能触怒了老天。 关键时刻,姚广孝对大家说,飞龙在天,从以风雨,这是大吉之兆。 将士们顿时士气大震,认为朱棣才是真命天子。 以雨是成,以雨是败。 若无姚广孝,朱棣的禁难可能刚喊出口就流产了。 姚广孝不仅是一位窜夺者,他还是一位称职的军师。 建文元年十月,李锦龙率军指导北平,当时朱棣远在大宁。 姚广孝画了防御图纸交给世子朱高赤,要朱高赤严格执行。 最终证明,姚广孝策略十分有效,李锦龙无功而返。 接下来,在济南之战,东昌之战中,朱棣都十分仰仗姚广孝的策略。 建文四年,姚广孝建议朱棣不要和南军纠缠,而应该只取南京,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 绕过山东,率领主将打赢灵璧之战后,渡江直入南京,最终奠定了静难之意的胜利。 名史姚广孝传中有一句话,地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悬或否,战首机势皆绝于道眼。 道眼为长陵战阵,然地用兵有天下,道眼力为多,论功已为敌。 意思是说,静难之意,朱棣转战四方,军中大势的决断,全部出自道眼。 姚广孝虽然不曾亲临战阵,但朱棣能得到天下,姚广孝功劳最大,因此他被朱棣誉为静难第一功臣。 朱棣登基后,姚广孝被败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 朱棣恢复道眼的本姓姚,并赐明广孝,给姚广孝的父亲,爷爷都追封了官职。 朱棣平时和姚广孝说话,从不直呼其名,而是称他为少师。 纵观永乐朝,有这个待遇的大臣,仅姚广孝一人。 了却君王天下是,赢得生前身后名。 姚广孝处心积虑,驻朱棣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靠近难登上皇位的藩王。 事成之后,姚广孝真的赢得生前身后名了吗? 很显然,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矛盾体。 三,少师徒彷徨,老僧赎己心。 实际,项羽本纪里有一句话,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 姚广孝功成名就,当然要衣锦还乡。 姚广孝的老家在苏州常州,家中还有一位同胞姐姐。 于是,永乐初年,姚广孝向朱棣告假,要回乡看看姐姐。 为了不那么张扬,姚广孝特地拒绝了朱棣派人相送的建议。 然而,让姚广孝没想到的是,这次衣锦还乡让他备受打击。 明史姚广孝传记载, 其至长州,后同产子,子不纳。 访其有王兵,兵役不见,但姚与约。 和尚勿矣,和尚勿矣,父王见子,子吏之,广孝枉然。 意思是,姚广孝到了姐姐家门口,姐姐却不让他进门。 姚广孝无奈之下,只得去寻儿时的好友王兵。 王兵不仅不欢迎他,还远远地对他说, 和尚你错了,和尚你错了。 姚广孝只得再回姐姐家,姐姐竟然出言骂他。 他本以为以他当朝少师的身份归乡, 姐姐定当为他高兴,朋友定当热情招待。 不料,他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姚广孝有些迷茫。 也许,此时此刻,姚广孝也开始困惑。 我真的错了吗? 回到南京,姚广孝似乎变了。 朱棣要给他续发还俗,他拒绝了。 朱棣要赐他府邸和宫女,他仍拒绝。 朱棣让他上朝时必须穿朝服,姚广孝推辞不掉, 只好上朝穿朝服,下朝后立即换上僧衣。 他不住豪宅,坚持住在庙里。 永乐三年,苏、胡等地发生洪灾。 姚广孝把朱棣这些年赏赐给他的经营和贵重物品全部拿出来捐给了灾民和乡亲。 朱棣几次北伐,姚广孝都不愿再随行, 他坚持留在南京,以上的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 姚广孝,他变了。 那个曾经形如病虎,性必施杀的人间奇人,突然抛弃所有,只想重修如来。 那个曾经试图搅动风云,不安分手挤的沙迷, 如今突然大彻大悟,他想做一回真僧侣。 那个让天下陷入四年战争的黑衣宰相,朱棣的禁难第一功臣, 如今突然怜悯苍生,他不愿再直视战争。 只有历经杀戮,才知道人命的可贵。 姚广孝似乎是为造反而生的,但成功后,让他陷入深深的矛盾。 小别认为,姚广孝是一个矛盾体, 他也许没有为前半生所做的事情后悔过。 但如果让他重活一次,他或许不会重复之前的做法。 明朝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重, 朱棣亲自前往青寿寺看望姚广孝。 看到面前这个命不久矣的老和尚,朱棣非常心疼。 他问姚广孝,少师,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姚广孝说了一句话,明史云。 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普恰戏酒,愿设之。 姚广孝说,普恰被关得太久了,我求你放了他。 这是姚广孝生平最后一个愿望, 朱棣虽然有难言之隐,但仍然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 姚广孝文言,挣扎着从病床上下来要给朱棣磕头。 尽管朱棣用力阻拦,但姚广孝还是把额头重重地磕在了地砖上。 普恰是谁? 他曾是建文时期朝廷的主路僧。 有传言说朱棣攻入南京时,建文帝就是靠普恰的协助才逃出南京的。 所以,朱棣入主南京后立即抓住普恰审问,从建文四年到永乐十六年。 普恰被关押了整整十七年,受尽折磨,为吐露一言。 姚广孝之所以在临终之前要求释放普恰,一方面是佛门慈悲,另一方面还是想救赎自己的内心。 而后,普恰果然被释放,姚广孝随后去世。 朱棣非常伤心,绰朝两日,追封姚广孝为上驻国,荣国公,嗜好恭敬。 不仅如此,朱棣去世后,名人宗朱高痴认为姚广孝功勋卓卓,下旨将姚广孝配享太庙。 如此一来,姚广孝成了明朝洪武,永乐两朝配享太庙的十六位功臣中。 唯一一位不用上阵搏杀的文臣。 四,功臣出太庙,悲苦有轮回。 姚广孝被配享太庙,这让他成了继名太祖朱元璋之后。 第二个可以享受明朝香火的和尚。 然而,一百零五年后,姚广孝的这份尊荣,却被明朝另一位皇帝无情地抹掉了。 明史捐一百四十五记载,嘉靖九年,世宗玉阁成约,姚广孝左命四星,劳烈俱有。 故戏世事之徒,班诸功臣,幼时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 嘉靖九年,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诸后聪嘉靖帝,下旨。 认为姚广孝虽然有功,但却是佛门中人,不适合配享太庙。 于是命理不上书李时邪将姚广孝的牌位移除太庙。 就这样,姚广孝在太庙中待了一百零五年后,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那么,嘉靖帝为何要将禁难第一功臣移除太庙呢? 小编认为,这存在两个原因。 第一,嘉靖帝重道一佛。 嘉靖帝特地提到姚广孝细事时之徒, 意思是他是佛家子弟。 而嘉靖帝是出了名的道家皇帝, 他对道家的痴迷已经超出历代帝王。 而古代佛道相征抑制不断, 如果佛家有人配享太庙, 让道家很没面子。 于是,姚广孝才被请了出去。 第二,姚广孝是篡位的始作俑者。 和徐达、常玉春等生于乱世的开国功臣不同的是, 姚广孝则是在太平盛世窜夺藩王造反的代表。 对于造反成功的藩王如朱棣来说, 姚广孝是正面的。 但对于大一统的帝王来说, 他不希望姚广孝这样的人物被塑造成典型。 无独有偶, 清朝时期, 乾隆下旨不允许姚广孝的作作编入四库全书。 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姚广孝是乱臣贼子, 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姚广孝就是个矛盾体, 在朱棣眼中, 他是大功臣。 在后世的统治者眼中, 他乱臣贼子。 对于天下苍生来说, 他是祸乱根源。 对于文人固有如王斌来说, 他是一位六根不敬坠入魔道的僧人。 小编认为, 如何评价姚广孝, 最核心之处在于如何评价明朝的靖难之义。 首先, 靖难之义是明朝宗室内部的夺位之争。 站在传统儒学的角度来说, 朱棣明显是篡位者。 所以, 姚广孝就成了站在朱棣前面的背锅侠。 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 靖难之义并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 战争造成了四年的生灵土炭, 这是不容否认的。 其次, 靖难之义虽然是明朝的内部战争, 但它对明朝的发展和稳固却有着推动作用。 因为这场战争, 明朝的皇位才转移到燕王一脉, 进而, 明朝才会迁都北京, 才会形成天子守国门的稳定格局。 所以说, 姚广孝对明朝的发展是有推动意义的, 但对于那些被战争荼毒的生灵来说, 他的确是罪人。 佛说, 人生有八苦, 伤、老、病、 爱别离、 怨长久、 求不得、 放不下。 姚广孝后半生, 苦在一个放不下, 放不下战争的血腥, 放不下因他而产生的许多事件悲剧。 以妖僧开头, 以战争升华, 再以入佛结尾。 六道轮回, 妄物皆归本源, 战争对百姓的伤害是最大的。 姚广孝晚年有悔过之心, 我们且不论他是正式邪, 仅他后半生的改变, 就足以让后人敬畏。 后继, 阅读明史我们会发现, 黑衣宰相姚广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人, 他好像专为造反而生, 但协助朱棣造反成功后, 他的性格却突然发生较大转变。 他从一个性弊始杀, 搅乱风云的妖僧, 变成了一个要重修佛道, 悲悯苍生的如来。 前后转变, 判若两人, 在古代史上, 几乎没有第二个姚广孝, 站在朱棣的角度来说, 姚广孝是禁难第一功臣, 值得大叔特殊。 站在其他统治者的角度, 姚广孝是乱臣贼子, 不可塑造成典型。 站在苏州百姓的角度, 姚广孝就是一个坠入魔道的僧侣, 不可太过亲近。 站在山东、 河南的百姓角度, 姚广孝就是生灵涂炭的本源。 我们如何评价姚广孝, 就要看如何评价禁难之意。 如果你说这场战争 是皇室内部的书职内讧, 那么姚广孝对历史将毫无意义。 如果你说这场战争 对推动大明朝的稳定 有正向的影响, 那么姚广孝就是明朝的功臣。 这就是姚广孝功过难述, 让人难以读懂的根本原因。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